伴随着英特尔12代库瑞德正式发售 各大硬件厂商们也是开足了马力 而其中不乏包括搭配12代库瑞德主板 DD25内存以及新款的散热器等 为的当然是搭上这一辆来自英特尔的快车 那么接下来就请跟着超级客来看看 这次又会有哪些新品是大家买不起 但看得起了呢 首先是显卡方面 作为RTX301系列中最香的旗舰产品 RTX3080的性价比地位可谓是一种拔尖的存在 也正是因为如此 其他大批货员均已被矿工们所包揽 但这并不影响NVIDIA对它的升级改进 具体来看新版的RTX3080将会采用 全新的G102-220核心打造 但仍然会隶属于安排家族 并继续采用三星8nm制程工艺 然而相较于老版3080所配备的10GBGDDR6X显存 新版3080将会升级显存容量至12GB 同时显存未宽也由原来的320bit升级去了384bit 但这颗G102-220核心所配备的Cuda核心数 目前还不能确定 不知道是否会保持8704个不变 而在性能方面 由于只是升级了显存规格 所以应该与旧版的区别并不大 顶多只会在一些吃显存的游戏中 不那么容易爆显存吧 至于价格的话 大家不要过于的期待 首发肯定是会议价的 然后是主板方面 继华硕ROG之后 微星也于近日正式公布了自家的多款Z690主板 并共计涵盖了MEG、MPG和MAG等三个系列 其中MEG仍将会是此次的旗舰产品 其整体是以黑金配色为主 爱欧保护照上然配备微星龙顿标志 并也有多个USB接口 支持双2.5G以太网接口 双雷电4接口 以及BIOS Flashback和CMOS按键等 但根据目前所披露的规格配置来看 MEG系列中的全部型号都会采用DDR5内存 而MPG和MAG系列中的主流型号 则仍然会兼容支持DDR4内存 这样来看 上市之初肯定就能买得起 所以想要换12代扣热的玩家 最近可以重点关注一下 接着是内存条方面 所以后期之秀的影驰 也于近日展示了旗下首款DDR5内存 Gamer RGB DDR5 其首发频率将会支持4800MHz 并应用8×2、16×2、32×2等 三种不同的套装规格 同时根据测试结果来看 其在持续为CL36、36、36、76的情况下运行 频率已经来到了4800MHz 而读写速度分别也有 69365张每秒和68413张每秒 并且延迟此时仅为86.3纳秒 整体表现十分的优秀 而比较特别的是 为了相较于其他产品 拥有着与众不同的外观 这次影驰Gamer DDR5内存的正反两面 将会采用红蓝不同的搭配 而在RGB灯效上 还要引入类似于乐高的多彩积木元素 以此则示出不同色彩的DIY效果 目前此款内存条 已经伴随12代Corey正式上市 对此感兴趣的玩家 不妨关注一下 硬盘方面 全球第二大闪存生产商凯霞与近日 正式公布的旗下首款PCIe 5.0固态硬盘CD7系列 其采用了最新开发的EDSFF E3S外星尺寸 并在散热信号完整性和容量密度方面 做出了特别优化 同时更让人惊喜的是 CD7系列的顺序读取 已经来到了恐怖的14G每秒 非常接近PCIe 5.0协议的15G每秒理论值 而顺序写入也高达7G每秒 4K读取速度也来到了最高250万LPS 但延迟仅为70微秒 如果而与上一代PCIe 4.0的CM6固态相比 CD7的顺序读取提升了约103% 顺序写入提升了约67% 随机读取性能提升约79% 随机写入性能提升约77% 写入延迟降低了50% 然而更为夸张的是 CD7系列的最高容量将会来到30TB 成为时尚之最 除此之外 凯霞还表示 CD7系列最早将于2021年Q4级的上市 首先会面向于企业级领域 而消费级的产品 则需要等到2022年Q1级的末 但仔细一想 能够达到这样的规格 上市之初肯定也是买不起的 最后是散热器方面 目前美商海盗船宣布 将推出全新的深度 可定制一体式水冷散热器 IQ Elite LCD 共计包含了H100i H150i和H170i三款 其中H1002为240规格 H1502为360规格 H170i为420规格 并配备有全新的ML RGB Elite系列风扇 以及支持最新的12代 Corey LGA17插槽 手此之外 全新的水冷头上 美商海的船都配备了 一块2.1英寸的IPS屏幕 拥有480x480的分辨率 以及30Hz的刷新率 可以用来显示风扇转速 或者是系统温度 当然企业提供了多种图形主题的模板 并支持自定义图片和GIF动画等 目前H100i款售价259.99美元 约合人民币1689元 H150i款售价289.99美元 约合人民币1884元 H170i款售价309.99美元 约合人民币2014元 目前国内还暂未上市 但对此感兴趣的玩家 也可以重点关注一下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产品讯息的全部内容了 不然哪一款产品比较符合你的胃口呢 欢迎在评论区或单位上留言哦 那如果还想留下更多意见 相关的消息和科普知识 记得关注超级客 我是个强 我们下期再见